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盘录像有两盘是这个独恋发给我的 然后还有一盘是我自己打的 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其实还是蛮经典的 这个也感谢独恋给我发两盘录像 主公选择了这个非常常见的主公曹丕 这里面的忠神的话 比较好的肯定是理点和貂蝉了 其他的像什么关羽啊 鲁肃啊 周瑜啊 也并不是说不能选 只是相比理点和貂蝉来说要差一些 其实啊 选将这个东西啊 咱们再多说两句啊 你选什么 是综合你这六个选将框来对比 而并不是说一定某个叉叉武将不适合 或者叉叉武将适合 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你要对比 你这对比明显是理点和貂蝉好 那你肯定选理点貂蝉啊 你当然了 你要非说我就选关羽 你可以选 还是那句话 关羽至少及格分可以选 从赢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理点貂蝉好 而你非说我选个鱼进 那我觉得就不太合适了吧 选理点 最后选择理点 OK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产生的匠面分析一下 还是习惯性给大家分析一下匠面 这个元主位的曹昂肯定是反了 这没什么用 忠臣的话 以我看来 这个诸葛锦的话 当忠臣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觉得他也是反 能当忠臣的话 就是刘峰 李点 黄干 马超的话 他是比较克制主 但这位置有点远 反正马超和邓岸 我觉得吧 这里面有一个内奸 肯定有一个内奸 大概是这个样子 曹皮主公局 刘峰和黄盖当内奸 并不是很好 然后看一下主公具体怎么打 主公直接铁锁 远位的曹昂和自己 准备是捆绑销售 曹昂表示 哥不愿意跟你捆绑销售 然后主公也是毫不愿意的做一下二号位的诸葛锦 看一下诸葛锦 诸葛锦的判断是曹昂反贼 另一个反贼他找不到 他就给了刘峰 当然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自摸 说实话 除了曹昂是反贼 其他的还真 另一个反贼 还真的并不是很好找 结果呢 这个刘峰呢 跳了一个忠臣 直接偷了诸葛锦和曹昂 捅了诸葛锦一刀 也没有什么问题 挂装外过 看一下曹昂 曹昂直接挂刀 砍向了刘峰 然后直接毫不犹豫的兵了李点 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李点在曹皮局是非常非常偏重的 好 直接AOE开始刷起 这个邓爱的话 他没有什么用牌能力 可以给他忘戏 到主公这可以忘 这里是翻谁 这里如果是你 你翻谁 这里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选择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里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翻黄盖 为什么 有人说黄盖可以当忠臣 的确黄盖可以当忠臣 但是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问题 这个刘峰已经翘中了 李点也翘中了 你觉得黄盖还能是内奸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翻黄盖 另外马超和邓爱的话 回合内的功效远远小于黄盖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时候直接杀一刀下架 反正是内奸的话 就大家统一卖一下血 是反贼的话杀一下更赚 对不对 结果又杀出一个南蛮 又开始刷刷刷 灯爱开始存田 第一轮的话灯爱应该是没杀 要不然他肯定不会选择掉血 主公这个和和并没有选择掉血 他掉血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翻诸葛锦或者曹王了 因为马超和邓爱的话 你说实话并不知道谁是内奸 这两个人都能做内奸 刘峰由于不愿意被压血线 没有卖血也可以吧 毕竟刘峰的血线还比较珍贵的 直接选择乐了一下马超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马超和邓爱这两个人 你觉得谁更想反一点都乐谁 都问题不大 但还吃了一个桃子 直接弃一张闪 什么什么都没表过了 反正就是个反内肯定 不会是忠臣 忠臣肯定要动作的 主公直接火攻诸葛也 没火攻中 然后从了一道 OK 有一道雷 这道雷如果劈了主忠的话 主忠是有可能崩的 这时候给曹王和房盖吧 还是那句话 邓爱和马超 马超被乐 邓爱没动 你也不知道谁是内 并不太合适 何风偷诸葛锦和曹王也没有问题 准备杀死诸葛锦 看看能不能杀掉 有没有杀 有杀OK 反正有没有曹子 曹王有曹子 这肯定要救的 必须要救的 看一下曹王怎么打 这里借刀的话 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好 这时候主忠的话并不怕掉血 主忠 主忠时候更需要牌的 需要牌去打崩反费 是我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如果按照他牌有决斗的话 可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先收掉 诸葛锦 然后借刀杀邓爱 反正反贼已经死一个了 邓爱无论是法 是内 对不对 他都肯定要控场的 他肯定 他都肯定要杀忠臣的 而杀一刀 理点并不是很好 主忠其实还是蛮需要牌的 而且理点这个属性 我个人觉得 还是先收掉诸葛锦 借刀 杀一下邓爱比较好 杀重杀不重都无所谓的 杀逃兵 你肯定 这个肯定要无懈的 因为这个回合比较关键 借我看一下 这真的是一场闪电牌 不打无懈 要被劈死了 这时候这个无懈 还是很有必要打的 因为后面 首先这个黄盖马超 马上就要动了 你这个理点 如果被劈死了 主忠直接就崩了 看一下 先开无中 看一下能开出什么牌吧 在军军怎么处 这个无懈打了 外面还有无懈 看来是主忠的 贴锁连一下 正好曹丕也在贴锁上 曹丕这个起锁连的贴锁就起到购锁了 直接杀了老曹丕 曹丕肯定继续翻黄盖 没有什么权力 拆马超 因为马超要动了 而且场上没有什么装备 然后给马超贴到一个兵 OK没有问题 场外面还有一个无懈 应该看起来应该是主攻的 之前对反的有力的时候并没有打 马超直接出一张杀 这时候其实马超和邓爱 谁是反都并不重要了 反正都会杀忠臣的 对不对 这个大概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去杀这个李点和 这个刘峰 那他只有起闪过了 刚才马超打决斗 李点 刘峰打了一张无懈 那个无懈是刘峰的 他可能还是怕李点 不过从李点扔的牌来说的话 李点手里大概率应该是一张闪和 一张 九或者桃或者杀 决斗应该是决斗不死的 这时候万剑是肯定可以开的 因为李点之前弃牌弃闪 而且有八卦阵 没有任何问题 开始送威 继续靠AOE打开局面 灯爱是肯定不会送威了 不要直到他 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去翻黄盖了 这时候翻曹王 因为李点马上要动了 这时候要保证李点的动作 李点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拿顺手和桃没有什么问题 顺一下黄盖 这一下他并没有去杀黄盖 因为他怕杀不死黄盖 导致出现崩盘的局面 直接杀草皮继续翻黄盖 因为主攻之前一直 没有就是出过什么防御牌 这一下打的也是非常漂亮的 是一个桃过 那么这个马超的话 他杀不到主攻 他裸摸两张牌 其实其实就相当于白板 还是距离远的问题 并没有什么办法 是吧 好这回灯爱有这个两个田 终于是不虚了 一个九杀拍向流风 这也没问题 非常果断 这肯定要压流风的血线 你不压流风的血线 流风有加一马 状态这么好 你到后期是没法控的 好主攻吃了两年克两个桃 果然是主攻之前手里是有桃的 但是由于没有距离也杀不到黄干 看一下流风 流风抠 曹王和黄干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吃一个桃 怪麒麟弓 有杀的话 优先杀黄干 并没有杀 那只能扣了 九 这位曹王 还是一击九杀 盼向李点 指望李点没闪 而且盼黑 希望把李点击杀了 这样的话反正他有希望 李点越纵越没有希望 又贴索 又可以杀一交曹匹了 曹匹都回到三选不虚了 那贴索可以把散贼连一下 这个乐的话 可以虚报一下 为什么呢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下一回合 如果击杀不掉黄盖 这可以考虑乐黄盖 这马超还是那句话 距离比较远 他摸两张牌 其实 其实就是比白腕强一点 可以留一下这个乐 乐马超其实真的意义不大 还是希望要么击杀黄盖 要么给黄盖乐住 调取就可以了 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黄盖的话肯定会继续杀流风 他肯定会继续杀流风 也没有问题 其实 不是黄盖啊 邓赖啊 抱歉 口误 这个其实现在局面对邓赖来说 还是可以看起来 当然李点的不稳定因素太大了 李点这个武将是有爆发的 主攻一击九雷杀直接攀上了黄盖 黄盖的话 还是比较机敏的留了一张闪 当然也有可能是翻出来 这个就并不知道了 刘风这个时候选择了 撸马超 撸曹王 然后又给马超拆光了 是希望 因为黄盖和李点 和马超在铁锁上 希望李点找到属性杀 这时候 曹王顺了一下青钢剑 直接杀了一刀 李点 这个时候不要忘戏了 因为他本来已经裸奔了 你如果再忘戏一下 忘戏一张 他来个什么东西 乐或者顺手什么的 把你乐顺了 你就完了 他本来就没出牌 出完牌了 到你这肯定稳定出牌 对不对 这个牌就非常好了 我无中有联组 拿无中和联组 直接 直接先杀一刀马超 因为手里杀不够多 所以杀马超 直接忘戏 杀黄盖的话 有可能杀不中 这就非常漂亮 又来了一张雷杀 这局怎么说 就是李点 带的节奏 带的非常的好 基本上是 主中控制着 全局在打 而反雷是非常被动的 这一下通过联组 直接打掉了黄盖 黄盖从整局没有出牌 被限制非常好 从整局没有出牌 然后 然后就是一直被限制 这个乐存的 就非常的关键了 直接贴给邓爱 不然的话 灯爱已经觉醒了 非常危险的 在之前存的乐 就有作用了 假如说黄盖不死 你乐黄盖 也是好的 对不对 整个就是 虽然说 主中踩在悬崖边上 其实主中 确实踩在悬崖边上 但是 主中本来就是 劣势 天然的劣势 就要这么踩在悬崖边上 去打 你打得非常漂亮 把节奏 主要是把节奏控制好了 现在的话 这个桃园一开 邓爱就没有机会了 桃园一开的话 邓爱 真心是没有机会了 除非他有连弩 如果主中有连弩 就把他秒了 曹帝顺盾 应该是要干 邓爱了 主公直接把这个连弩 借走 那邓爱必死 这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主公还是先吃桃再杀 还是怕邓爱始终 其实邓爱已经跳内了 知不知也都没什么 继续粮草 准备应战 杀 就是怎么说呢 这局就是主公 城市中掌控着全场的节奏 所以 最后赢的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再看一句 这局就更有意思啊 这个独炼非常爱选 非主流主公啊 直接选择了一个借张飞主公 非常非常的暴力 看一下吧 这局比赛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局比赛属于耍杂技啊 先看一下场上选将啊 这二张肯定是反的 为什么说二张是反的 你觉得二张跟张飞有什么配合 有人说二张可以给张飞一把刀 但是问题是张飞应该有杀啊 张飞首先他根本不可能弃牌这二张的 没有任何卵配合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咱们找找忠臣 说实话 刘邪啊 刁蝉啊 李典啊 这些都可以做忠臣 包括这八号位的曹昂也可以做忠臣 看起来 吕布和举兽 比较像内奸 反正找到一个反的就是这个二张 看主攻怎么打 这铁锁要连也是连二张 他选择了连二张和举兽 也可以吧 是我可能会选连二张和貂蝉 连举兽也可以 因为举兽如果是忠臣的话 可以通过铁锁去狙杀这个二张 龙递轮并没有动 选择了虚豹 然后这流邪直接杀张飞 然后曹昂就给了两排跳钟了 莫名其妙的跳了一个忠臣 好吧 先杀后顺 这是可以的 起手的话先杀后顺是可以 假如说张飞闪了 是可以破坏了张飞的虚抱牌 这样由于曹昂跳钟了 所以流邪也是直接忙给了二张 打曹昂 因为打张飞的话 曹昂会给牌 貂蝉紧跟着跳反 然后二张就是顾正也是跳反 本来他就是个反应 没什么跳不跳的 咱们再看一下举兽 接下来就比较有意思 举兽呢 结果去拆了一点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然后开了一个桃园 他跳的肯定是忠臣 他前面跳的去拆去杀 你看不出来他跳什么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开了一个桃园 肯定是跳钟了 因为是给张飞和曹昂会决 但是就是 他前面为什么要打李典呢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忠臣 曹昂跳钟了 吕布什那天 然后去打了李典 后面这个桃园肯定是跳钟了 然后看一下李典 好李典把二张的铁锁解了去连了曹昂 不是不是二张李典 李典把二张铁锁解了去连了曹昂 李典这个动作跳的肯定是反 好咱们接着看 因为有忠臣跳出来了 张飞的话现在满血并不易打张飞 张飞觉醒也不是什么好事 二张一顿顺李典 李典表示很悲哀 但可以看一下李不太低 然后一顿拆了主攻的手盘 限制一下主攻 其实是我的话 我可能起手那个南蛮会开的 因为你后期的话很难留住手牌 起手南蛮的话很可能 由于进卡所以压住反贼血线 李不表示很讨厌二张 直接捅了一刀二张 二张表示手牌忒好了 并没有发动利誉 结果很奇怪的是 曹昂连跳了一个反贼 那也就是说 那谁是忠臣呢 李不也跳忠 那就只能是李典是忠臣 就是说李典到他这个位置 他已经观察出来 曹昂上来不知道 为什么莫名跳一个忠臣 他看到了二张一堆牌 他是希望能骗到二张 首先能骗点装备 其次看看能不能骗到后面 打到后面的反贼 结果很期盼 没理解曹昂上来 为什么要给张飞 慷慨 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反贼不要做这种 人物一张最有乌龙的动作 这肯定不发动替身了 偏度了 运气还非常不错 顺一下反贼 打无限 直接挂这两把刀去砍二张啊 这这这回合必须输出了 再不输出没有机会了 看看能不能杀掉 二张肯定有桃子的 这是没什么悬念的 之前过了无数张牌了 给牌 拼举兽 结果这个举兽出了一张 大K 还是一张破杀 那说明手的张牌 肯定非常非常好的 八成是个桃子 铁锁解了 这时候他并没有选择离剑 为什么他没有选择离剑 因为他可能觉得不希望张飞卖血 其次的话 你肯定不能去离剑离点 你离剑离点 他就 他就卖血了 并不是特别好 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并没有离剑 离剑举兽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举兽知道离点是一顿忠诚 开始一顿狂杀 开始刷牌了 这就表现出离点这个 和离点相爱相杀 然后开始打刷 蛮有意思 然后刷出了一堆牌 直接乐了一下二张 因为他觉得貂蝉手里那么多闪 之前扔了两张闪 手里肯定好多闪 根本杀不中 然后决定通过刷牌 来展现出奇效 好的 然后离点 然后离点又一级九杀 反派回去 继续刷牌 当然了 这一级九杀 杀举兽还是比较赚的 因为只要一血 然后他们过了四盘 好 通过这个南蛮看看 能不能狙杀掉二张 二张说的是有闪的 因为 人是刚才貂蝉给扔的 解释非常的漂亮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刷牌刷出的南蛮 然后直接给射死 直接杀是肯定杀不死的 因为他已经看到看到了 就是说二张手里有闪 直接杀不死 然后两个中生开始玩打耍 通过打耍刷出一些其他的牌 继续刷掉了二张 蛮有意思的 反贼的话 就是完全留闪 但是 但是被射进南蛮给打 打穿了 你看刁蝉也没杀 有杀肯定出了 他就 球里都是闪 看一下吕布 吕布这回头应该不会动了 好 曹王也没有杀 谁还敢过来一战 谁还敢过来一战 OK 瞬间回到四血 然后还摸了几张法 直接挂闪电 没有什么问题吧 相信闪电 就要挂闪电 这个磁雄剑还是蛮讨厌的 手里一闪一桃 肯定都不能扔的 都是防御牌 这时候就要退主了 没有别无选择了 不要暴露桃子 反正都是红桃牌 他刁蝉有没有杀 火龙拍了一滴 一剑 这个桃子应该就是 之前举兽隐藏了桃子 直接一个九杀 爆了这个举兽来 看可能只有一点 要不然他应该先杀一刀 张飞的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他就想直接杀掉举兽 或者就是说 他想直接杀掉举兽 一劳永逸 好 这个借连弩不敢给 因为是离点戒连弩 还真心不敢给 然后离点 暗藏杀鸡 一剧九杀这些 潘向的流血 流血运气真不错 天命也很大傻 由于吕布看到 这个主攻一血要死了 所以吕布对曹尔动杀招了 决定做掉曹尔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 结果还是没有做掉 这种桃肯定要救了 就看这一回合了 就看这一回合了 这回合非常非常的关键 好 曹尔直接从裤装里套出 冠师傅 直接冠了主攻 应该主攻手里没有 这个桃子就贵了 主攻这个时候肯定要闪的 虽然有冠师傅 因为要把曹尔首的牌炸光 不能让他有牌 你可以看到曹尔首的牌 还是很关键的 这一下就来了一张神牌 神满满 拆曹尔 不是拆 拆貂蚕 然后还能和这个 李铁刷一张牌 然后还能趁机收掉曹尔 不是就非常非常关键了 杀刘鞋 看看刘鞋还有没有 这么好的运气 然病了 并没有什么好运气 吕布扔掉一个桃子 换了两张 请必斩如马下 结果这吕布运气非常好 他肯定要救貂蚕的 就算主攻死了 他也得救貂蚕 要不然就崩了 而且张飞号那么一堆牌 肯定有后续 所以我呢 不出意外给这个貂蚕 贴了一个乐 好吧 你一点回合内 肯定这个 个人能力不用多说了 直接手非常的骚 一张过拆 拆掉桃子 那就一刀把貂蚕剁掉了 如果说貂蚕不死 这个吕布有机会收到貂蚕的话 有可能局面并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就围观了 当然了 这个闪变如果劈死李脸 吕布应该是没有杀 有杀的话肯定跟他拼杀了 这时候吕布没有红杀撕票都撕不动的 这个闪电还是要无戏的 因为真的要劈了就太亏了 当然了 这下如果真的劈了一点 可能吕布还真的就赢了 然后吕布直接被一九杀带走啊 这两局的内奸其实都是挺惨的 这两局内奸也都是并没有什么办法 看吕布的盘 一手香香盘 然并了 再看一局吧 这局是我打的路人局 随便加了一个盘打路人局 主攻选择了二仗 二仗这个主攻中前怎么选啊 还是两两种选择一种就很简单 一种你就选那种个人能力强的 能打出输出的直接就是狙杀反贼的 这种都 这种是实用于任何主攻 还有一种就是 二仗主攻 你要想大最大化的发挥他技能 你就要选能大量过牌的 能让二仗发动固正这个技能的 你不能说选一个 对吧 你比如你选择这个 旁统 跟主攻有配合吗 并没有什么配合 这里面配合比较好的肯定是周瑜和理点了 周瑜和理点都是有大量过牌的 当然 借周瑜的话 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棋牌 普通周瑜的话可能会棋牌多一点 借周瑜 他他掉血以后 他就是说 他也扔不了太多牌 当然了也可以 就是说 他总比别人会多摸一张 理点的话肯定非常好了 理点的过牌量超级大的 对不对 你不用多说了 这五肯定选理点了 没什么好说的 最优的就是理点 看一下场上选将 这货比较相对一件 离这么老远 虽然是当然路人居 我一般不飙的 路人居围图 我习惯打打看 打打这离婚场 我他妈肯定不要个反 我操 我就不 我真的他妈不相信他是别的 这货是想干嘛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货是想干嘛的 除了他妈想离婚主 还想干嘛 你当忠诚 你去离婚谁 对不对 你在八号位 哎 这就叫 这个就明显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看一下主攻吧 我们七手 限制一下二号位黄盖 可以吧 反正不是限制黄盖 就是限制调查 这俩货啊 都可以限制一下 黄盖的话 你稍微限制一下就可以 因为黄盖有可能是忠诚 你稍微限制一下 防止他对自己打出 成本的伤害就可以 黄盖直接拆掉层甲两杀 黄盖并没有红杀 并没有什么卵用 看一下寻语 挂刀 直接杀主 看能拆掉什么 主攻九倍拆掉 这个驱虎是谁 这驱虎是想打我吗 打我肯定过牌 他这个驱虎啊 就是有问题的 这里明显应该是驱虎马超 打二张 当然了路人啊 忘记捡一马 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你其实打我 和这个诸葛弹 是亏的 并没有什么卵用 我是可以卖血的 诸葛弹跳中 不过应该是个内 忠诚不会选这玩意儿 先雕个中吧 这个牌就非常好了 有铁锁 有万键 我手里还有张大妈 就刷起来 洗刷刷刷起来 从当时这个匠面来看的话 这七号位马超 也是比较像反贼的 只能说比较像反贼 而且这个人二百级 看起来还是比较靠谱 所以当时场上 感觉 我的感觉是这样 这离魂场 肯定是反了跑不了了 所以就 先起刷刷起来 看什么情况了 好 他连弩来决斗 他正好还有一个称相 是非常happy的 如果他真的是忠诚 就非常的happy啊 他如果真的是忠诚 这局游戏 从我俩出完牌 就已经游戏结束了 这交叉也是蛮逗的 一会儿你开这个交叉 这下他为什么没有卖血 给黄盖补牌呢 是应该卖血 给黄盖补牌的 对吧 我当时忘记的话 就没有给离婚产牌 我就是想打死了 所以不得离婚产牌 别人都无所谓 马超即使是反 给他点牌也无所谓 他们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你这时候再补牌就亏了 你这时候再补牌就亏了 寻语兄弟 刚才你可以补四张 现在你能补三张 另一张是我的天头 另一张是我的天头 当然这个祖辞的称相非常非常铁力的 各种桃子啊 也是非常非常爽 这时候没有桃子 虽然我没有桃子 但是我也得放了 首先主攻四张牌 我觉得肯定有防御牌 其实我又感觉 祖辞比较偏重 从场上见面分析 二张表示你还敢捡 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把这个障碍扫除了 有什么不敢捡的 由于左辞已经跳中了 而且左辞手里很多的桃子 所以我就放了 这就无所谓了 如果说左辞没有跳中 我这个就不放了 我就直接去打这个 离婚禅和马超了 结果我就刷出桃子来了 也是正常的 刷了这么多牌 刷出一个桃子 还不可以 这时候 荀已经绝望的一线 当然他离不离线 对这局游戏 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这局四个OE 都被我摸了吧 我非常的happy 直接拆掉 然后这个离婚禅 说了一句非常逗的话 我直接连了 肯定干他俩了 他说我是那样 这时候 这局我也直播了 当时就说 我说 你是内就不杀你了吧 好像你是内我就不杀你了 让你去把 把我们离离 把我们牌离间 然后干死我们 你是内一样狙杀你 这里面最先死就是你 你说那你是内 你并不能救你 而且你明显就是个反 你说你是内不杀你了 那是那是在逗我 直接桃源开起来 无懈可击 现在的牌随便了 就扔了 当然我这八卦也可以不挂 直接都扔给主攻 怎么打都可以了 当然了为了不给内奸一点 为了不给内奸机会 我并没有 我就随手挂了才八卦 直接扔给主攻也可以 反正主攻这么多牌 肯定恢复满血满状态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左辞也 左辞有连弩 他不动的话 他就肯定是中的 他直接 因为左辞有连弩 他如果是内 他就没必要 把牌给主攻 他直接自己 抄起连弩干就行了 主攻这就很明显了 很明显我也是忠诚 我如果是内的话 我也不会去这么打 然后主攻 如果喝完的话 就把黄干和这个猪狗蛋 都干死就完了 总之啊 就跟你一点一伙 就要随时保持 相爱相杀的信仰 就一把连弩 主攻你挂个解 一马开始捅呗 主攻还是相信我 其实就算你不相信我 你肯定得相信左辞吧 左辞有连弩自己都不干 直接扔给你 对不对 只要保住一个忠诚 就OK了 当然这就跟内边 没什么关系 内边他还是控不住 主攻杀到一血不杀了 你杀也没什么 你不杀他 他又摸一堆牌 就直接杀了就最简单了 直接杀了就最简单的事情 没有什么悬念的 当然诸葛大师又挣扎了一下 其实并没有什么乱 这把左辞的运气也是够好的 没把什么样都好 随便砍了 随便砍砍就可以了 结果他又投降了 就是通过这三局比赛录像 还是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 理点怎么跟队友配合 包括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队友要有意识跟理点去配合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也做过一局录像 就是这个理点 和这个孙策的 通过把血换成牌 然后最后获得比赛胜利 其实在很多局面下 尤其在律师局的情况下 理点 通常情况下都是 要找机会把血换成牌 这样的话 他就是才有可能逆风翻盘 而敌方呢 尽量不要让这个理点 有这个跟他队友 就是互相刷牌的机会 可能有的人 就是可能还是打的比较保守 就是没有想到 就是理点跟队友 相爱相杀互相刷牌 其实很多局都是 就是逆风 你只有通过刷牌 才有可能去赢 就是 大家就是知道这么一个点 可能在逆风的时候 想起来就可以 当然顺风了 你就随便打了 对吧 多掌握一个技能 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不对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